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8月2日凌晨3点 中国女排将对阵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法国队 法国队虽然是A组实力最弱的 但是中国女排能在东道主身上 以什么样的比分拿下比赛 这对于中国女排小组出现形式也是至关重要 A组三支强队已打成连环套 塞尔维亚对阵美国错失良机 目前,同在A组的中国、美国、塞尔维亚 已经打成了连环套 中国女排在首场对阵美国 以3比2胜出占据出现良机 然而,塞尔维亚2比3赴给美国之后 让美国女排又起死回生 本来塞尔维亚在决胜局 比分上是处于领先 气势正胜 主教练在关键分上 竟然把核心进攻人博斯科维奇换下 这个两点换三点 让美国女排赢得了这场五局大战 如果不是这个愚蠢的换人操作 塞尔维亚3比2拿下美国的话 那美国对阵中国 塞尔维亚就已经吞下两连败 最后一场打法国虽然没有悬念 但是美国在出现形式上处于不利局面 就是塞尔维亚决胜盘 痛失好局 让美国女排重新获得了 小组前两名出现的机会 中、美、赛三支球队连环套的局面 也已经形成 对中国女排来说 必须在法国队身上 以3比0或3比1结束战斗 最后一场 对阵塞尔维亚至少也得拼到2比3 朱婷领衔全主力出战 没有悬念 张长宁在对阵法国时 应该得到热身 法国女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 与塞尔维亚击战三局 比分为17比25 17比25 22比25 能够达到这个分数 说明他们还具备一定的冲击力 法国队速度并不是很快 可是球员进攻力量突出 只是在下三路和一些技术细腻程度上 与强队有差距 朱婷在首场对阵美国的比赛中 拿到17分 接了25个一传 攻防两端表现不错 他需要进一步融入球队 毕竟归队时间有些晚 对阵法国的比赛 中国女排首发阵容应该不会变 还是以最强阵容权力出击 在与法国队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出现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蔡斌应该换上张长宁来热身 首战美国龚翔宇 李莹莹 朱婷一传都有波动 塞尔维亚 波斯科维奇 乌泽拉茨都是大力跳发 肯定会对中国女排的一传造成冲击 张长宁如果在与法国队的比赛中 得不到热身 等塞尔维亚冲击我们的一传 球队处于混乱时 完全没有上场过的张长宁 也不能立马找到手感 吴梦梦进攻有优势 她一传并不稳 希望蔡斌能够给张长宁出场的机会 王源源状态低迷 对阵法国时需要被激活 最后一场拼塞尔维亚 仍是关键棋子 王源源在首场与美国队的比赛中 被重点篮防 扣球效率仅为8% 这样的数据对复工来说太低了 毕竟复工打的都是到位球 与法国队的比赛中 刁梦宇还需要激活王源源这一点 没有她在中间三号位的火力支持 朱婷 李盈盈 龚翔宇的强攻压力太大了 从塞尔维亚与美国队的比赛来看 塞尔维亚的篮网能力太强了 中国女排要想再拿下法国 力拼塞尔维亚 王源源这一点能够打出来太重要了 在面对对手的重点篮防上 王源源要多想想办法了 在战术球上多增加一些跑动进攻 与法国的这场比赛被安排到了凌晨三点 球迷又需要熬夜观看比赛了 希望中国女排以3比0结束战斗 在法国队身上全取三分吧 此前 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 结束了一场A组士官出现形式的比赛 最终 未免冠军美国队和上届季军塞尔维亚 苦战五局才奋出胜负 最终 美国3比2险胜达到本届奥运会的首胜 塞尔维亚则遭遇首败 这场球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 若是0比3输球或1比3输球的话 恐会无缘小组出现 所以一上来 美国队利用凶悍的发球 冲击塞尔维亚的异传体系 并频频抓住反击机会 以25比17和25比20连下两局 第三局 美国队略有松懈 塞尔维亚逐渐缓过神来 双方互换比赛节奏 塞尔维亚25比20和25比14连班两局 决胜局 美国女排在手握三个赛点的情况下 被塞尔维亚顽强追平 好在关键时刻 美国防起了博斯科维奇的进攻 并等到了塞尔维亚年轻小将乌泽拉奇的失误 以17比15拿下 其实决胜局 塞尔维亚完全有机会拿下 只是主帅古德蒂出了昏招 导致领先优势一瞬间荡然无存 当时塞尔维亚遭遇卡轮 为了能够渡轮 古德蒂把替补二船德查 和替补主攻洛佐换上 其用二点换三点 两人上场后 帮助队伍渡过了两点攻轮次 按理来说 应该及时把他俩换下 换上进攻能力更强的博斯科维奇 可惜古德蒂并没有及时换人 导致洛佐留在场上打二号位 也让美国完成了追分 如果说替补接应是布叶里卡的话 留在场上或许还有一丝道理 毕竟布叶里卡也算是塞尔维亚接应位置上 比较不错的球员 但洛佐原本是主攻 本来他就不擅长调整强攻 把博斯科维奇换下去后 塞尔维亚三个边攻的攻击力都很弱 二船不管传打个点都很难下球 当发现边攻难下球 比分破晋后就应该把博斯科维奇换上 即便他还是在后排 根据技术统计 双方都追评了奥运会的记录 美国女排副公奥格伯谷 追评奥运会单场蓝网得分的记录 该记录是单场巴兰 04年雅典奥运会的加莫娃冯坤 16年里约奥运会的斯蒂芬妮 福索和24年的科尔内卢克 都打出过单场巴兰的数据 奥格伯谷是第五位 进入奥运会单场巴兰俱乐部的球员 塞尔维亚接应博斯科维奇 则是追评了金软井创造的奥运会 单场得分30分以上次数的记录 目前金软井以四次单场得分超30分 排在第一位 他分别拿到过一次34分 一次32分和两次30分 博斯科维奇此役拿到31分 加上之前已经三次单场得分超过30分 所以成为继金软井之后的第二人 个人得分方面 博斯科维奇56扣27中 二来二罚31分 乌泽拉奇14分 拉索维奇12分 阿列克西奇11分 和斯特瓦诺维奇9分 美国女排德鲁斯16分 奥格伯谷14分 斯金纳13分 汤普森11分 普拉莫11分和华盛顿10分 相较于中国队半只脚已经踏入八强 身处B组的日本队则将面临生死战 小组赛首战 日本1比3输给了波兰 导致球队既没有胜场也没有积分 再加上该组还有一个人见人气的肯尼亚队 日本若是无法战胜巴西 或在巴西身上拿分的话 他们不仅无法拿到小组前二 就连靠最好成绩第三名的资格也会当然无存 要是0比3输巴西的话 就提前说再见了 日本女排小组赛第二轮就会和巴西交手 虽然日本在世联赛总决赛上战胜过巴西 但我们把偶然爆冷事件当作是常态 从历史交手记录来说 日本处于下风 且两支队伍打法相近 巴西队的防守能力也较强 进攻速度也很快 日本很难用防守反击去拖垮巴西 这场球巴西输了还可以力拼波兰 日本输了就相当于处在出局边缘 C组现在仍是一个大乱斗的局面 荷兰和土耳其打满五局后 他们在竞争八强出现形势上 占据着一定的主动权 可以和日本比拼一下最好成绩的第三名 不过要想挤掉日本的话 荷兰必须拿下多米尼加 最好再从意大利身上拿分 准备一旦 让去招待两多多多多多